根据最新消息,为全面应对安省正在面临的电力需求上升的状况,省政府目前正在尝试涉足储能领域,这是一种相对来讲不为人知的电力供应解决方案。 除了产生全省大部分电力的庞大核电站和水力发电站以外,安省电网还将使用电池储存将已经生产的电力,同时在地下的洞穴储存压缩空气,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驱动飞轮发电。 安省电力需求的飙升与电动汽车的激增和制造业对电力需求的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供应该省14%电力的大型核电站也即将退役,其他一些核电站也正在翻新,这意味着安省政府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办法来延长核电站们,尤其是皮克林核电站的寿命。 除此之外,省政府还在计划于魁北克省签订电力进口协议并且推出一系列的节能计划,考虑到核电站的建设周期较长,依靠更多天然气发电来补充供应之间是迫在眉睫的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商的官员们表示,相比核电,天然气发电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这意味着使用天然气的电厂可以快速增加或者是减少电力的输出,以满足需求的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其他储能的方式也可以提供同样的供电灵活性,对于国家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省政府尝试通过发电以外的方法应对不断激增的用电需求的原因。 目前,安省能源厅长托德·史密斯已经指示RESO在2025年至2027年期间,确保新增1500兆瓦的天然气发电产能,以及2500兆瓦的清洁能源储备。 根据计算,这些加起来足以为多伦多市来供电,缓解因为核电站带来的电力危机。 不过,根据以往的数据,与安省电网目前使用的54兆瓦储能容量比较,目前的发电量还是相距甚远。 史密斯表示,安省在储电能力方面的采购,目前在北美是规模最大的。 他表示,安省需要确保的是继续尽可能的,多增加清洁可靠且可负担的电力能源。 根据最新的消息,为了全面应对安省正在面临的电力需求上升的状况, 省政府目前正在尝试涉足储能领域, 这是一种相对来说不为人知的电液供应解决方案。 除了产生全省大部分电力庞大的核电站和水力发电站外, 安省电网还能使用电池储蓄已经生产的电力, 同时在地下动月储存压缩的空气,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用来驱动飞轮发电。 安省电力需求的飙升和电动汽车激增, 以及制造业对电力需求的增长有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供应该省14%的电力的大型核电站即将退役, 其他的一些核电站也正在发生。 这个意味着安省政府没办法不寻求更多的办法延长核电站们, 尤其是在皮克林核电站的寿命。 除此之外,省政府还要计划同辉北克签订电力进口协议, 并推出一系列的智能计划。 考虑到核电站的建造周期交场, 依靠更多的天然气化电站填补供应之间迫在未知的缺口, 亦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商的官员表示, 相对于核电,天然气发电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 这个意味着使用天然气电厂可以快速地增加或者减少电力输出, 以满足需求的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其他的串能方式也可以提供同样的供电灵活性, 对于国家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这个也是为什么安省政府尝试透过发电以外的方式, 应对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的原因。 目前,安省能源厅长托德·史密斯已经指示IESO在2025年至2027年期间, 确保新增1500兆的天然气发电产能以及2500兆的清建能源储备。 根据计算,这些加起身足以为多伦多供电, 缓解因为核电站带来的电力危机, 不过根据以往的数据, 和安省电网目前使用54兆的储能容量比较, 目前的发电量还是相去甚远。 史密斯表示,安省储电能力方面的采购目前在北美是规模最大的。 他表示,安省需要确保的是继续尽可能感增加清洁, 可靠,而且可负担的电力能源。